說起掃冠軍 你會想起什麼呢 千島湖啦 好偏僻啦 交通不太方便 介紹這個區會不會都是個選擇呢 全新的房地產投資頻道 我要做世界 集合三個節目 與日生 包括和大家全球看樓的節目 我要做專家 訪問全世界移居的每個故事 移居顧問 和市場非常缺乏的 用經濟數據看房地產走勢的 我要做屋主 所有的節目將會在舊頻道 逐漸會轉移到新的頻道 記得立即去訂閱和分享給朋友啦 Hello 歡迎來到我要做專家 我們今天又和Eddie來看樓 大家知不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裏 我也不知道在哪裏 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在哪裏 Eddie我們今天究竟在哪裏 今天我們來到掃冠軍 說起掃冠軍 你會想起什麼呢 千島湖啦 好偏僻啦 交通不太方便 其實說起掃冠軍 因為它在新界西來講 它現在叫做專家種地 其實是需要認識的 因為特別是在節目上 其實都有人提過的 他們不熟悉這個地方 加上你剛才說的那幾個項目 我為了解答大家 今次我們就會來到掃冠軍 那麼多新盤 我們會不會看完這麼多個盤 這裏樓盤都多的 其實我們今天會先看一個 其實主要是給大家熟悉一下這裏的環境配套 那即是看什麼盤 你都沒說 對 沒錯 我沒說 我們今天就會先看恆大的軍龍灣 其實都是比較一下 給多些選擇大家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示範的單位 好 走吧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樓盤 就是恆大的軍龍灣 位於掃冠斧 比較相近黃金海岸 屬於區內 單位數最多 發展有兩期 總數有1982個單位 已經包括了22座的洋房 DOS供應的就是一房套 還有兩房 三房就未推出的 綠化面積上面 都已經高達100萬平方呎 更加有面積約30萬呎的會所 去提供 屋遠的物業管理 就會設置了一個APP 24小時的預約服務 日常家居服務 甚至有代購服務 第一個單位 兩房間價 實用面積是422 也屬於開房式廚房 推門入屋 就見到整個單位 都採用了酒店式的設計和裝修 客飯廳的中央位置 都掛了有水晶吊燈 右邊是一個開房式的廚房 但空間比較小 值得一提的是可以用明火煮食 所以廚房和大廳地板 都分別用了石材和木地板 隔開的 而大門的左邊 就是雪櫃和入場式的多用陶櫃 都頗善用空間的 單位用了防媒防潮的牆子 大廳其中一邊的牆子 就用了迷黃色的仿真皮牆身 是頗有心機的 但漂亮不漂亮呢 就見仁見智啦 主人房空間都頗闊 連住露台 所以採光度都充足 而另外一個睡房間隔 都是比較實用的 廁所方面採用了企缸設計的 都真的很小 轉身應該都會覺得辛苦 第二個單位呢 三八零七尺一房套的間隔 開房式廚房的 入門口就會直望一個長方形的客廳 連住露台 採光度是十足的 而空間感應該都是非常足夠的 睡房是用了套房式的設計 是長方形的 採用了落地玻璃設計 所以光線是非常充足的 套廁和上一個單位的間隔 都是一樣的 所以都是企缸比較小 總結一下兩個單位 無論在廳和房間的間隔 都是非常之適正的 不會說有什麼奇怪的位置 都比較容易擺放一些傢俬 開房式的廚房設計 就適合一些比較少煮食的人 但廁所的光線始終都不足夠 另外臨浴間也比較小 配套家電的用料 都是用了國際品牌 其實這裡的赤價比起銅區 是比較貴的 所以我想應該都是貴在裝修和家電 值得一提的是 軍龍灣是有長達245米的櫻花大道的 還有有24小時都開放的圓林會所 真是好 不用去日本 在家樓下都可以看到櫻花 這個樓盤發展商都很多 永泰亞洲的歐馬歐馬 還有萬科的上緣 匯德峰的拉帕 其實你看到是有分別的 歐馬歐馬的單位數會比較少 變相了你們的空間會比較多 就是不會那麼密集 反而萬科這邊是過千戶的 單位比較多 不過它的特色真的要講起它的Sky Bridge 變相了很多互動空間 除了在地面之外 都可以上天台 這件事就真的少有 軍龍灣有櫻花之路 歐馬歐馬門口也有 追蹤的 蛤 因為我櫻花吸引很多 交通來說就算 一些人說 no car no life 老實說這裡是 你不一定要鎖車的 你乘巴士也可以 因為老實說這裡也有宿土 拉帕這家宿土就會去黃金海岸 還有屯門市中心 那如果你說我要吃個早餐 我又不想走 乘巴士圖出去 那其實你就可以進去素本斧村 那也有很多餐廳 那這裡呢 基本上你除了K車之外 還有252 那如果你說出回去市區 外面呢 你就可以坐252 就去轉車站 轉車就可以了 跟客人搭計算的時間 其實不是你們想像中 那麽不方便 而且他們現在 車的time table 都很密 就是你 站了幾分鐘 都幾架 我們剛剛實地這樣看了 那麼多新盤 那其實這裡可不可以算 是一個叫新團門呢 可以這樣說 因為普遍這裡 柳寧來說 都是偏新少少 而且很多東西 都是這幾年才會有 好像國際學校 這些東西都是 我們叫做 舊屯門市中心那邊 是沒有的 如果那些人很喜歡 拿這邊去屯門 其實我覺得兩個區域 如果你說方便度 那老實講 一定是 舊市區方便 你好像 舊屯門那邊 很多舊樓 街市 一定是這些取勝的配套 但是未來發展 以後 會不會再方便一些呢 這個是 很多人都很期待 你等發展完才過來這裡買的時候 價位已經叫做現成的價 你不會說可以是 還有發展之前買了進來 升值空間會多些 今天呢 就看著少部分先 因為好像上次看城 我們來這裡是 看一下現今 和你以前的成熟度的不同 讓你們去看 當然啦 關於樓的那些查詢 你可以之後再查詢 最主要我們是想 介紹這個區 給一些略為熟悉的人 去做個比較 會不會想一下這裡 會不會都是個選擇呢 那我們今天呢 就帶大家看了一光龍灣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 新的樓盤想和我們一起去看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想看多些新樓盤的話 就留意我要做世界的一個新頻道 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 房地產 All Star線上的免費工作坊 寓意是吸引大家去訂閱 我要做世界這個免費頻道 首先去subscribe我要做世界 按旁邊的小鐘緊貼我們 到時第一時間可以免費看 首次的All Star免費工作坊 我自己當然其中的All Star 看完自己說話 我自己也想買回樓 內容非常入獄 記住報名 2021年眨眼去到5月 還未知道10年財務自由的你 快點去樓下看一小時簡介工作坊 單單在免費工作坊 我都會證明大家有能力 在最嚴苛的地區都能夠做到10年財務自由 加入了課程之後 自動都會加入師傅的Lifetime Coaching 私人群組 每個月都有新 topic跟大家分享 5月份的題目就會比較敏感些了 是如何交小九成歲 早五年財務自由 想鍛鍊財務自由 你快點在樓下 看免費的一小時簡介工作坊 Jacky Sir和古坦留言德的 0至千萬加速器 裡面會學到Jacky Sir和德興的秘密絕技 譬如我都要問回他們的 REITS、短炒、槓桿 美股組合和CFD等等 另外參加了課程的朋友 都會加入他們的 0至千萬Lifetime Coaching的私人群組 5月份這個群組會講到 下半年美股的走勢 當然Jacky自己操刀 快點可以在下面見 看他們免費的 一小時簡介工作坊和報名 我們千人茶序投資講座 有回來了 會和大家用五窮月的數據 掌握大市大調整的時機 和五窮月牛耳反擊的概念港股 台灣的名師蔡森老師 會和大家分享技術分析 Jacky和Cam會和大家分享 想牛耳獨有的美股概念 和REITS的概念 記住下面報名 大家好 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的Logo、Background和顏色 都全部變了? 因為十年前 今天有個傻仔 在社交媒體 開始了一個專講理財 投資的專業和頻道 經過十年 多謝大家的擁戴 我決定在幕後 衝出來幕前 接下來我們的內容 一定是更加緊貼 更加專業 和更加易明的 做到投資 不是大惡的專利 多謝大家多年來的支持 我要做暑期實習生 優先考慮 對投資和金融經濟有基本概念 讀傳理系或者語言系優先 要有良好工作態度和溝通技巧 3月19日開始接受報名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課程和免費分享會 下面的連結立即報名 再見